台港競爭200年 由台港文化中心甲社区台客 連學基盤台港百年告有故事店 是邀請到科技里 某年文還有新美娃 老須他們的問心 共同來寫文中來對修這三位 非常重要的告有工作者 而且由他們的官秀來電出月店 每一百個作品 其實都有他的告有故事 希望說作為為一個台港百年告有 共同來思考未來 為欣賞台港競爭200年 由台港文化中心甲社区台客 連學基盤台港百年告有故事店 會中在電視 三位台港在地老師 許其林 某年文和新美月 對台港告有共同 當時還要請人為福林 陳夏雲和鄭美河展出月絕 每一百作品都有他的告有故事 我們邀請到美河老師跟夏雲老師 用他們的話的故事 來續說著台江百年教育的故事 這是很有意義的 所以這個月店有沒有可以說在我們競爭兩百年 讓大家用這個畫畫 我們這些藝術品重新去繁思 那也是來追思 我們過去這些教育前輩 這個榮術就是在我們教室前面 那我每天中午休息時間 大家在玩 我會在那裡讀書 我會讀書 因為我很珍惜 我就要畢業啦 就沒有機會讀書啦 所以就很珍惜 其中高齡九十三歲陳夏雲 是許其林老師的福林 另外一位八十五歲 毛蓮雲老師福林 正美河如書 為了要跟蘇姆寄冥 來在北征來 兩位有共有笑 何雄福祉 中民運興 這種電郎委 今天開始一直到六月十日後 在台港文化中心 二樓電視聽電出 出版郎委表席 歡迎台港鄉親 這位來讀書 也有夠有共享的老師感謝 記者所應和阿南區才放不得